主讯期以来 长江流域持续发生强降雨过程 沿江各省市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 属今年长江一号洪峰过境影响 安徽境内的长江同龄段水位持续上涨 导致位于长江中心的河岳州大范围进水 截至昨天下午4点 长江同龄段水位达到14.05米 比前一天上涨0.14米 超警戒水位0.03米 河岳州是长江同龄段的一个江心岛 面积2平方公里左右 受长江水位上涨影响 河岳州大范围进水 河岳州景区被迫关闭 在与河岳州隔江相望的大通古镇上 大通老街街道也被水淹 寄水深度10厘米 当地70多亩农田不同程度被淹 当地紧急启动应急预案 组织人员及时对48名受灾群众 进行安全转移和妥善安置 河岳州 topic 河岳城市区被淹的 河岳